那明杰剛剛講 這個拜登直接稱呼普丁為戰犯的同時 這個白宮果然給了超級自殺性的殺手無人機 這一次美軍方面事實上也把烏克蘭的戰場 當做一個全新的戰士攻防的 這一個其中的標的戰場 對這次俄乌戰爭 讓外界最受矚目的 就是說這一個烏克蘭一開始 外界評估他軍力比較弱 但是要如何以弱極強 以小博大這種不對稱作戰 那也是非常多這種輕型武器的展現 除了刺針除了這個標槍飛彈 已經發揮非常多的組織的作用之外 那這兩天大家觀察說 拜登加碼提供給烏克蘭的這一批軍員裡面 那美國媒體NBC這個引述 就是白宮的國安官員講到說 確實會提供一型 就是這一個制空無人彈藥無人機 也就是這一個彈簧刀自殺無人機 那我們先講一下彈簧刀自殺無人機 為什麼受到矚目 第一個我們看到 在這種所謂不對稱作戰裡頭 哪些裝備其實最好用 需要具備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要輕便 第二個便宜 第三個就是高效能 那如果你又小又便宜 又可以發揮很大的一個戰力 的這樣情況之下 這樣的一個武器 就是非常好的一個武器 那彈簧刀具備的這些特點 因為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比如說在傳統地面作戰來講 這個要對敵後或者是敵方進行 所謂的這一個襲擊 傳統最早就是用所謂火炮 火炮基本上 炮兵要偵測要定位 然後用這種 不是有導引系統的火炮去襲擊 所以像二軍這一次出動 非常多多關火箭也好 或者像2S7 2S3 這些重型火炮 基本上它精準度都不夠 但是它會造成大規模的毀滅 但是現在科技更進步之後 飛彈開始登場 飛彈的好處就是精準 那速度又快 但是飛彈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要精準 你一定要先確定目標在哪裡 發現目標之後 把它定位 所以後來就會運用非常多 包含像GPS 衛星定位也好 或者是飛彈本身帶的 紅外線巡標器 或主動雷達的這種巡標器 能夠找到目標 像標槍飛彈就是這一型 它能夠精準的定位敵方的目標 而且咬著它不放 所以可以進行精準打擊 那如果說在進一步來講 現在無人機登場之後 它的好處是說 無人機如果是徵收所用 它就是可以在空直接偵測搜尋目標 然後把定位的一個坐標 提供給後方的拋兵使用 所以變成是針打是分開 有前方偵察後方打擊 A針B打 這個也是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做法 但是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是不是最好的運用方式 卻這個可能還可以再提升 就最好的其實應該是針打一體 就是說無人機本身具備偵察的功能 然後同時它可以發動攻擊 但是這樣的一個無人機針打一體 它的造價非常昂貴 就是我們過去看到美軍在戰場上用的 MQ1C或者MQ9 這種所謂的無人機 它的造價其實非常的昂貴 動著數十億 那當然它的優點是說 我看到目標 我直接就可以從空中發動空襲 這是最快的 但是如果沒有錢買這麼貴的無人機 那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取代 就是這一次彈簧刀無人機 它又便宜一枚才十六萬 那它也可以達成所謂針打一體的目標 而且就是說它在戰場上前面配的這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是它發射之後 四片這個彈彈出來 為什麼叫彈彈彈 就本來收在這個發射管裡面 發射出去才彈開 彈開很像彈彈 它前面會配備一個攝影鏡頭 同時它可以具備有這個GPS定位 那發射出去之後 它可以在空中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用慢速長時間在空中 這個盤旋 所以叫滯空彈藥 那它是屬於電力推進 電力推進來講 它聲音又比較小 敵方的雷達 甚至肉眼 可能地面的步兵都很難發現它 所以很難發現的情況之下 它在那邊盤旋 然後透過攝影鏡頭 發現目標之後 它準備攻擊 它本來是在空中盤旋的時候 是一架飛機 準備攻擊的時候 四片彈彈會收起來 收起來變成一枚飛彈 所以為什麼它既是無人機 又是飛彈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攻擊的時候 末端速度就可以很快 就變成是一枚飛彈 直直的往下 這個打下去 那現在這種彈簧刀 其實先前在阿富汗戰場上 美軍其實也有測試過 就是性能非常好 那後來本來有300型 後來發展出600型 600型就是說 我們看到它可以針對 坦克裝甲車後面的這個發動機 進行攻擊 具備這個反裝甲的能力 所以像這種在小型的戰場上 具備這樣的能力 變成說 它除了可以這個 在那裡進行徵收之外 可以在那裡伏擊 那這個發現目標 直接就可以對它進行攻擊 而且便宜 所以變成說 未來其實風群無人機 也會在戰場上出現 那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做敵後的打擊 我們看到這張圖片 這個下面其實 這個後方 它等於說 還有可以繞到這個敵後 比如說這個攻擊方在這個 可以繞到敵後 去對你進行包圍打擊 這是傳統 我們就地面對地面作戰 這個沒有空優的情況之下 它這種無人機 也可以發揮這個效應 而且美方現在開發 更進一步 我們看到下面 其實不是只有地對地的打擊 空對海也可以打擊 艦對艦也可以打擊 所以你看到它這裡 同樣是這個彈簧刀 它改的 這個叫黑翼無人機 它從這個艦艇上面 也可以發射 所以其實這都是台灣 未來可以借進的部分 那第一個廉價 然後同時空中獲得目標 也可以對艦艇進行打擊 而且它有更新的 基本上洛杉磯級的核潛艦 現在也採購120架黑翼 未來做什麼 它可以直接從水下發射 直接去進行對敵方的 這一個增淺的動作 所以變成說陸海空 三方都可以用 但是在這一次 這一個烏克蘭戰場上面 有這樣新的利器 對烏克蘭來講 絕對是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特別是說像這種無人機 它基本上來講 不像MQ-9這種 比較高機密的 高等級的 或者是像RQ-4 這種全球戰略的無人機 它需要這一個非常長時間的訓練 才能夠操作 地面也要有一個 包含就像是這一個 飛行員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能力 但是它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我們看到 其實它拿一個小的平板 那很快的 跟標槍或刺瞻訓練的時間 一樣都很短 很快你就可以在戰場上使用 所以為什麼進一步提供 這樣具有殺傷性的武器 給這個烏克蘭 我相信美方背後 絕對也有它的盤算 就不會跨越說大型武器 或昂貴武器的 這樣的一個界線 那它又是屬於一種防衛性的武器 對於二方來講 它也有苦難言 要干預也不是 要反對也不是 但是又可以同時增加烏克蘭軍力的防衛能力 那除此之外 其實這次還有外界矚目的是說 不只這一批彈藥包含標槍 這個刺針 這些都這個增加數量提供給他 其他還有包含像 這烏克蘭總統先前也提出說 他希望能夠美方也援助 包含像S-12 就是S-300V 或者是這個S-12S-300P 就S-300基本上是一個遠程的防空飛彈 他打的就不像我們剛剛講的 說像這種進程的 譬如說 刺針大概是4800公里 尺以內的這樣的一個進空的距離 S-300基本上可以打到 這一個二三十公里的高度 他基本上就可以攔截 所謂像S-30這些空優戰機 烏克蘭本來也配備 但是可能數量不足 而且先前二軍也宣稱說 已經癱瘓非常多 烏克蘭的S-300的這個系統 你看他其實發射管非常大 印鎂 這其實過去來講是俄羅斯防空的主力 那後來發展出S-400 還有現在更新的S-500 那這一次烏克蘭也提出這樣需求 美方似乎也同意 而且現在 斯洛伐克直接講說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過去都是蘇聯的這個盟國 他們也有這樣的裝備 也可以提供給烏克蘭 其他還有包含像 本來烏克蘭也有的 這個S-A-8 黃蜂防空系統 那他是屬於中短程 其實這一個烏克蘭 自己本身在這次 透過這個系統 也擊落非常多二機 還有同樣是進程跟刺針 非常像的這個9K-34 劍士S-A-14 也美方也願意 這個尋求跟東歐國家 看有誰有類似的庫存 可以一併提供給他 那整體的一個戰 這個戰況 現在的發展 我們看到這烏國的軍方 現在也同時昨天公佈 最新的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到現在戰機 我們看到上面的數字 84加3就87架 已經擊落87架 然後這個直升機121架 同時坦克已經擊毀456輛 這麼多 那他們表示說 二軍的這個陣亡人數 已經到一萬三千八百人 那還有更特殊的是 昨天他們發布一張照片 看到下面這是蘇凱30SM 說有兩架在黑海 那個地方也被烏克蘭擊落 這是這個烏軍最新的一個戰況 不過現在看起來 雙方似乎 有所謂的和談 二方克里姆林宮也釋出說 準備要這個和談 那有可能讓這個來討論烏克蘭中立化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不過我們觀察 其實法國的外長認為 這只是假和談 在拖延時間 為什麼我個人也認為說 他要利用這個時間 增派兵力 因為昨天在這個日本的這個領域 這個海域也發現四艘 俄羅斯的兩棲坦克登陸艦 而且我們看到日本 這照片拍得非常清楚 我們看到上面 這個是081這個鱷魚級的坦克登陸鍵 然後下面他把這個照片放大 滿滿的是什麼 都是運輸車輛 這些是要幹嘛 為什麼從這個地方 其實總共四艘下面 還有0770 066055 那這是屬於這個殘除級 總共四艘 那我大概評估了一下 總共大概可以搭載1000名的兵力 那大概112輛的軍車 70輛的坦克 從這裡 其實這一次 這個動作通過 這個日本北面海域 不是說針對日本 是要從遠東調兵 去增援 那為什麼做這動作 其實普丁昨天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一個談話 我覺得可以作為指標 他講說 雖然俄方現在準備好談判 可以討論烏克蘭中立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原本要達成的軍事行動目標 也一定會達成 所以換句話說 到底是何還是要戰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得出來 普丁可能還是會有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好 我們稍後回來